全封武装的白衣天使在中国武汉肺炎疫情重灾区 忙进忙出紧盯患者情况 无内送进来的病人却是一个接着一个 根据中国最新统计 光是中国境内的确诊案例就飙升到1万1千221件 当中更有259人死亡 而目前新型冠中病毒肺炎全球蔓延程度 除了中国主要疫区还包括意大利、俄罗斯、英国、西班牙及瑞典等国 都纷纷沦陷 出现首起确诊案例 尽管中国表示已有252人康复出院 但在1月31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记者会上 针对媒体提问 新型冠中病毒肺炎患者痊愈之后 是否还有再次感染的风险 中国防疫专家作出最新回应 我们从一般的病毒感染的规律来看的话 病毒感染之后它都会产生一定的抗体 那么对人体产生一个保护作用 但是有的抗体可能持续时间没有那么长 所以这些已经痊愈的患者 还是有可能再感染这种风险 中国防疫专家认为 对轻症患者而言应该不会有后遗症 但对重症患者来说 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 遗留一定的肺损害及修复变化 因此人需加强防护 不过我国防疫医师则谨慎认为 目前尚未获得足够的科学证实 疫情复发的明确可能性 我只能说可能要看中国拿出什么证据 那目前其他的国家 我们并没有 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或是可以证实或偶然走出 而我国为了防堵 类似第十案未达当时通报标准的 漏网轻症再度发生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已在一月三十一号 紧急修改通报定义 将原本的发烧及急性呼吸道感染 改成祸 并从二月一号正式生效 原事新闻 中共武汉台北市采访报导